产业发展商工会促请政府检讨土地额外买方印花税 以更好的抑制土地价格上涨 财政部长王瑞杰则呼吁业界加强同政府紧密合作 采取长远的视角 建设一个可持续性的市场 来看记者聂国卫的报道 财长王瑞杰在产业发展商工会举办的新春午宴上表示 房地产作为长期资产 价值将面对周期性波动 他认为 虽然面对这方面的波动 我们必须采取长远视角 找出长期定位 以应对长期发展 产业发展商工会新任会长谢阳峰则呼吁政府检讨去年推出的降温措施 他指出 现有的土地额外买方印花税为30% 土地无论大小 发展商必须在五年内售出所有单位 这个五年期限导致发展商的土地库存在同一时间耗尽 结果一些发展商必须以高价进场标的 造成恶性竞争 工会认为应该制止过多的土地库存 因此建议政府灵活处理这个期限 产业发展商工会对政府刚公布的财政预算案表示欢迎 工会表示将继续采纳科技以及数码转型 以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 并提高国人的生活水平 新传媒新冠记者聂国卫报道